虽然娱乐圈里的大部分明星都很紧张 自己的地位被人取代 但还是有部分的明星很有个性 刚拍完一部戏后不仅不担心下一部戏的着落 甚至还会想着先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工作 哪怕有导演跟他发出邀约 但未必都能请得到 在如此忙碌的娱乐圈中 这样的明星真的算是一股清流了 这位明星就是很多人都认识的杨荣 杨荣这些年拍过不少的作品 因为演技很好 也有不少的人喜欢他 杨荣在娱乐圈工作很多年了 他收到的基本都是女二号的角色 有不少的女明星也都是从配角开始做起的 不过有许多都是在演了女二号后 没多久就做了女主角 杨荣却没有 比就如几年前的陆珍传奇 当时剧中的男女主角 陈晓和赵丽颖的人气都不是很高 可是凭借着这部剧他们都红了 可杨荣的人气却还和以前一样 杨荣不仅不营销自己 甚至不想接太多的工作 每次他拍完戏后都不像其他的明星 立马进入下一个剧组或者是做其他工作 他会先休息一段时间 享受完生活后再来工作 如果杨荣拍了半年的戏 也不是说休息半个月一个月就好了 他一休息就是半年 在杨荣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视野心 赚钱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好像也不是很重要 杨荣的演技好是众人有目共睹的 也有导演发现到了他的实力 于是亲自邀请他 可是面对自己找上门来的资源 杨荣也没有表现得很珍惜 如果他在看完剧本后 发现这个作品不是很满意 他就会直接拒绝 杨荣的做法让很多人都感到奇怪 但其实杨荣这么做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他的明星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 为了工作还常常生病 杨荣并不像这样 他不想因为追求所谓的功名利禄 就让自己变得很累 如果杨荣改变自己的观念 他可能早就站在一线演员的行列了 不过比起一线演员 杨荣似乎更加喜欢安逸平淡的生活 适当的工作能让他养得起自己 而且还能让身心也不那么的累 大家对杨荣的这个观念都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